Hello 大家好 我是偷怪 一个爱挑战的医生 今天是我断食的第110天 这一集我会回答一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比如为啥要断食 什么时间吃饭最适合断食 断食期间应该吃什么 那么关于医生断食系列这个影片 我已经做了有快17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真实的断食体验和身体的变化 记得关注并点击我的主页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了 另外道庭图说或许不可信 你不妨亲自体验一下 或者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和目标 看一看健行性断食的效果是否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那么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为什么要健行性断食 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光明和黑暗 活动和休息 炎热和寒冷 那么进食的反面就是断食 断食对于人体的正常运作和修复有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人体本身的设计 就不是让我们来吃个不停 24小时全天后吃东西 真的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习惯 那么断食的神奇力量和锻炼一样 当你能养成每天都保持一段时间不进食 我们就能体会到众多的健康益处 像减重减脂预防慢性病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连点就是降低醋癌激素的水平 比如胰岛树样的生长因子 IGF1 这个生长因子它作用于垂体有强大的代谢和类分泌效应 像这个IGF生长因子的水平升高与许多癌症有关 像乳腺癌前列腺癌 另外几乎所有的断食影片都会讲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调解酶 雷帕梅树把蛋白 处于激活状态的雷帕梅树把蛋白 对于机体有处癌处衰老的作用 那么断食就会抑制雷帕梅树把蛋白的传导途径 让它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此时身体就会启动致死 修复细胞 至于像稳定血糖 修复缓慢的新生代谢 增强免力等等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记得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挑选大家最关心的几个话题 做成视频 供大家了解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么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都会想要了解并尝试断食 那么怎样从零开始健康的执行 健康阴断食呢 首先你的目标非常重要 始终记得 断食的重点不是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而是减少食物的摄入赤数 如果屏幕背后的你 对健康阴断食完全不熟悉 或者从来没尝试过 没关系 给自己一到两周的时间 从限时进食开始 比如这12个小时 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取个例子 在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 你可以吃三餐 初始之外 进食 包含一切含热量的食物 像咖啡 含糖饮料 坚果 奶茶 等等所有的这种加工类的食品 以及零食 那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要喝水 以及要补充盐分还有电解质的问题 如果是传统的一日三餐 它会导致过高的预导素水平 间接会引起肾脏水拉肿牛的问题 但你在采取淡食和低躺饮食之后 对身体会有力量的作用 人会失去多余的水分 有些人的血压还会因此降低 那么端食初期也会因为这样的排水作用 体重会快速下降 尤其是端食的头五天 体重可能每天都会下降 0.5 你要做的就是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 补充水分就很简单 补充电解质呢 可以吃什么喝什么呢 像这种乌 抗节剂的海盐 除了蜡之外 它还有一些微量的这种假呀美呀 这种元素 可以缓解机体的疲劳感 如果你有更高借一点食物呢 可以购买这种西马拉雅的海盐 理论上又有更好的补充电解质的效果 那么每天的最后一餐呢 一定要在睡前至少三个小时吃完 因为此时的肠胃极度的兴奋 全力消化食物 大牢呢 则与此相反 需要安静的休息 让身体进入修复的状态 若在这个时间进食呢 两种不同的反应会加重代谢的失调 所以屏幕背后的你一定要做下笔记 如果你从之前的高碳水的这种饮食 突然开始断食 那么难度就会大很多 但你在执行健行断食之前 先一日三餐低糖饮食一段时间 这个难度就会低很多 甚至是轻而易举 但此时你会面临几个问题 什么时间进食更好 吃什么食物让断食更轻松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一般早上八点是处于皮子层最高的时候 它会让身体产生很多葡萄糖 让血糖升高 但此时的饥饿感是最弱的 有学过医的朋友都会知道 这种清晨高血糖的状态叫匿名现象 然后你在这个时刻开始进食 会发生什么呢 你会增加胰岛数 升高之后你的血糖会降低 那么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后 你就会开始饥饿 接着你会发现你无法失去到午餐时间 你必须要吃东西了 其实中式早餐一般都是油条 包子稀饭什么的 他们一个副状就是 升高血糖作用太厉害了 像我自己一个测试 餐前的一个血糖是3.7 餐后了我的血糖居然能飙到6.1 我的天 这个升血糖的指数太可怕了 那么像我在断食期间 我的血糖可能一直都是2.9 3.多 一直都是维持在非常的平稳 可能会因为胆结石啊 等等其他的顾虑 一定要吃这个早餐 你可以像皇帝一样 过午不时啊 像康熙皇帝 早上五六点起来吃一餐 下午一两点吃一餐 也可以啊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如果实在想吃早饭可以吃一些 基本上就是蛋白质 加油脂和蔬菜的配合 像鸡蛋配上这种小西红柿 或者这种绿叶的蔬菜 西南花 洋葱 菜花 都可以 像这种蛋白质 加蔬菜的这种组合呢 饱腹感比较强 也不容饥饿 血糖也可以控制的比较稳定 那么总结早餐怎么吃呢 要么不吃 要么就喝水 或者呢 你可以喝一杯茶 喝一杯酥油茶 就是所谓的防胆咖啡 我比较习惯称呼它为 叫脂肪炸弹 喝一杯就饱饱的 很舒服 也有充足的能量供应 也不容易发生低血糖 吃这么多脂肪进去 身体是会燃烧吃进去的脂肪呢 还是你自己的脂肪呢 这个问题呢 问得很好 有机会的话 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解释它 健康的饮食搭配 会让你从渐行一段时 更容易更快的体会到它给身体带来的各种好处 所以你首先要从食物清单里排除这些食物 像加工的食品 精致的这种穀物 反式脂肪 含糖的饮料 糖果 加工的这种肉制品 活体肠 含酒精的饮料 因为这类食物里面通常含有超量的糖和不健康的脂肪 前则会引起胰岛素抵抗 当这些葡萄糖进入到你的血液中 与蛋白质结合 它会破坏蛋白质的细胞体质 产生一种糖化的发炎效应 就像是把糖浆直接倒在车的引擎里面 更严重一些的问题是当你能量缺乏时候 你无法从你的体脂肪提取能量 因为这个反应必须要有一种基础参与 那就是纸酶 而这个纸酶对于胰岛素相当敏感 当胰岛素的含量过高时 是不会允许你从体脂肪里面获取能量 这个时候胰岛素会处理你吃进去的这些葡萄糖 因为身体摄入的糖类越多 你就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平衡血液中的糖分 同时还有很多葡萄糖会留在你的血液里 当你需要能量的时候 你的身体必须经历一个非常饥饿的过程 这个时候你就会吃一些东西来提高你的血糖水平 如果还是依照以往那种高碳水的饮食 你就会变得困在血糖掉下来的时候 一直想吃的循环里面 这个时候一日三餐是必须的 渐行一段时的一个处理阶段就要先解糖 因为吃糖的快感是很难消除的 而且它有沉饮腺 这里能做的选择就是消除出发的条件 当你看不到闻不到 自然就少了很多想吃的可能 这时候肯定有很多朋友问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得到了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是你能把健康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仅此而已 而过量的胰岛素会导致身体储存更多的脂肪 第二会引起瘦素抵抗 瘦素是一种人体内抑制食欲的技术 简单来说 如果你对瘦素产生抵抗 即便你吃了一顿大餐 你也会感到饥饿 这会让你对食物的摄入感到越来越不满足 至于不健康的脂肪 内容太多太生太杂 以后我们会单独开一只视频来讲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吃的食物 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 就是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以及必须的一些矿物质 维生素 那么这些断食 其实对油品的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它主要是一同体共浓 那么像我自己用的就是这几种油 橄榄油 椰子油 猪油 柳油 蔬菜 富含矿物质是断食期间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间歇性推荐的蔬菜呢 主要有这些 像西南花 菜花 芹菜 鱼甘蓝 菠菜 生菜 番茄 柳果 黄瓜 洋葱 大蒜 生姜 接下来就要说到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 那么蛋白质摄入是有利于肌肉形成 也可以维持肌体较高的形成代谢率 减少脂肪的堆积 那么间歇性断食呢 它推荐的这个断白质 像海产品 里面有三文鱼 沙丁鱼 雪鱼 生蚝 虾 陆地的这些生物呢 有牛肉 羊肉 猪肉 鸡肉 另外来制品 还有豆类 坚果 都是比较好的蛋白质来源 能帮助人体有更好的饱腹感 像山文鱼 它又是最好的蛋白质 它含有人体无法合成的 欧米克三型脂肪砖 而且含量非常丰富 像每100克的山文鱼里面 它有1270毫克的DHA 893毫克的EPA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啊 像EPA主要是抗发炎 对于新血管疾病 像山高 关节炎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那么DHA 则有助于身筋再生 也可以改善认知功能 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 唯一可惜的是 像这类脂肪酸 它只存在于海产品的高脂肪鱼类 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 特贵啊 你逛说这个蛋白质选择 你们说每天要吃多少呀 如果淡食期间 我是不太推荐高蛋白饮食的 从预防癌症的角度来讲 高蛋白饮食的风险是很高的 每天要吃多少克蛋白质 又能保证机体的营养 又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是有个公式的 那么这个公式呢 就是先要知道这个体脂率 以这个千克为单位 然后用体脂率乘以体重 得到身体的脂肪重量 像一个体脂率20% 体重为60千克的人 每天应该吃多少克蛋白质呢 它的脂肪的重量是60千克 乘以20%那么就是12公斤的脂肪含量 它的瘦体重呢是60公斤 60公斤减去12公斤的脂肪 等于48公斤 那么它每日蛋白质的 基本摄出量就48乘以1克 等于48克 蛋白质呢 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一个变量 就是吸收率 归根结底呢 吃进去多少蛋白质 并不算数 被身体吸收了才能发挥作用 否则也只能从身体排出去 没啥用 一般来讲人体对蛋白的吸收率不是100%的 白质需要经过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减切和分解 才能变成氨基酸被身体吸收 而没有被减切完全的蛋白质残杂 没有办法利用 另外有些朋友在执行这个断食之后 因为缺乏明显的蛋白质 会引起这种身体浮肿 苛求这种高碳水食物 容易饥饿 代谢力还会降低 也会感觉疲乏无力 这就是因为蛋白质缺乏 导致的这种营养不良 食欲增加 代谢降低 消化不良 食欲增加 身体 他就会希望通过多吃来补充蛋白 代谢力降低是因为身体希望节省蛋白 消化不良的原因呢 是因为很多这种消化酶都需要蛋白质来合成 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话 那么身体会因为缺乏这类重要的营养 会产生格外的食欲 这也可能是导致复食阶段暴食的一个重要因素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 就是在复食的要多补充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 比如说炖的软烂软烂的肉汤 断食呢如何选择优质脂肪 这里面的坑也很 改天做一支视频好好讲一讲这个 优质如何选 不小心又给自己挖了个坑 这个时候当你的身体从依靠葡萄糖运转 过渡到分解利用脂肪的时候 通过这个同体来运转的过程中 如果你缺乏某些营养素 像维生素B族啊 像B族维生素啊 甲呀美呀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因为很多断食的朋友最常缺乏的就是 甲美B族维生素 当你的身体进入一个脂肪燃烧的阶段 这个时候脂肪它会转化为酮 很多问题就会被放大 像是B族维生素中的B1B2 它们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代谢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此时你缺乏B族维生素就可能掉头发 再比如维生素B2参与脂肪代谢 如果你吃了很多脂肪 就需要更多的B1还有B2 那么这时候肯定会有朋友问 从哪里补充好呢 如果你单纯从食物里面补充的话 吃到饱还不一定特别够 因为现在土壤里面的这些微粮素比较匮乏 从这些土壤里面长出来的食物含量也并不会太高 我比较推荐的补充的途径有营养酵母 它是一个B族维生素一个非常良好的来源 然后就说到水果 现代这些营销当中 有很多都是过度神话了水果的功效 好像一天不吃水果 人就会发生很多疾病一样 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其实食物中的果糖也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断食有什么疑问 也记得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你们的每条留言我都有看 我也会定期挑选你们的言论 做成一期断食的QA问答 目前也有在制作当中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特贵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